這個Aura的模式只有針對Notebook本體 然後它可以有三組Profile 你可以有三個設定檔依照你個人的喜歡 那我們來看第一個 那它幾個區域可以選擇 第一個是全區域就是這整個都是同一個顏色 顏色從這邊去切換 假設我今天要換成紫色 按確定 它即時就變了 它就即時就變了沒有錯 然後它也可以變成說我們不同有像W SLED 就是我們常在玩那個FPS的時候 這四個亮不一樣 那你可以分兩區 這一區亮什麼另外一區亮什麼 然後你可以亮QWER QWER就是我們那個LOL比較常用的 四個大招 第一個絕招第二絕招第三 然後大絕招的配置 那假設我們切回來全區 全區它有幾個特效 第一個特效是靜態 就是它這樣就永遠都亮 就恆亮一種顏色 恆亮沒有錯 第二種叫呼吸 呼吸就是 我拍一下呼吸它 它可以調快中慢 這個是屬於中 那你調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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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比較有FU 快就這樣 好 OK 吸的比較快一點 嗯 最後就是光循環 光循環就是RGB三個顏色它一直在線性的在切換 然後它一樣可以調快中慢 這是屬於快 嗯 然後就是 中 一般都是這樣 嗯 就是一直變成這樣 然後它就不能 分 區域 對 對 好 那你可以 就特效就是 可以分QWR或WSAD或全區 然後 靜態呼吸 跟光循環 嗯 然後 你可以設定三組 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嗯 這就是 西風之龍的AURA的燈效 OK 感謝 那很多人在問說為什麼 西風之龍要把這個鍵盤放在下面 大概跟大家解釋一下 你可能要拍一下我的側面 嗯 那 以前的傳統的筆記本 電腦的鍵盤是在這邊 所以他們 我們在玩的時候 必須 就相對的靠比較近 我沒有辦法坐很遠 去使用 那 拉過來之後 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通常鍵盤跟滑鼠是同一個水平位的 對 不會這樣子 也不會這樣子 所以 當我要這樣子之後 這邊很多 會出現的地方 譬如說電源什麼 就會有時候會影響到 那拉到後面來最大好處 第一個就是 我跟這個 我就可以比較放鬆的去玩 因為其實它螢幕也夠大 我不需要貼那麼近 所以我可以 在這一水平上面去這樣用 就很方便 就夠遠 那 也因為它這個 鍵盤放到邊邊的 如果它沒有負責的話 就是 你如果外出這樣用 其實也OK啦 只是說 你手的角度 可能就會比較斜 就是你 你這樣看的話 就是 手就比較斜 對 那 也有可能會比較會抹 但是 加了這個 它就是很方便 比較舒服 對 而且其實那塊也不是很重 對啊 它也是軟的也方便帶啊 對啊 打小還多方便 而且 它擺在下面 因為像你剛才講到重點 就是 它的 熱源其實都集中在上半部 對 然後你手放下來的時候 你就不會 被這個熱源 直接感受到 它就是完全獨立的嘛 你可以 比較 淺顯的就是 乾絲分離啦 以前我們這邊打 那其實這邊也是熱源 這邊也是熱源 然後手就 對 那你現在 把它分開嘛 我們主機板都放在這邊 就不會不舒服 對 這邊的 固定的溫度就是 涼的啦 熱源都在這邊 對 比較舒適 好很多啦 其實是 我覺得搬出來是 很大的 第一個是空間的要解放 熱的要解放 然後 我們鍵盤滑鼠也是比較 同一個水平在用 比較合乎 我們在玩遊戲的情境 也是 那因為西風之龍的 配置 跟一般的不太一樣 這個叫Touch配 Touch配一般會在 筆記本的 像一般鍵盤會在這邊 然後 那因為我們這邊用的時候 其實 手掌的肉上 會 去 影響到這個 它就是我們打字 會誤觸 會誤觸 所以 我們把鍵盤拉下來 一方面是這個散熱空間比較好 然後 它卻會放在旁邊 這樣子 我們在打的時候 就不會再誤觸到了 那 這個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可以切換 這邊有一個 小按鍵 按一下你就會看到 數字區就出來了 嗯 好 那我們在打字的時候 我們這個按數字 打公式就非常方便 那你如果不要 因為 正常來說 我們Gaming的 筆記本 就Gaming的玩家 他們是會用滑鼠的 所以 就這樣子用 那如果說 你今天 比較 外出比較方便 就按一下就切換 它就可以當Touch配 就 一區二用 這樣子 對對對 就不會說 多浪費一個 不會浪費 就超好用 對 嗯 好 接下來DEMO這個 西風之神最酷的地方 它螢幕打開來 它的D鍵 會升起來 而且會發出紅光 然後D鍵升起來這個地方 同時也是它的散熱孔 底部 這邊有兩個 超大型的風扇 會把你的熱源往外排出 增加它的散熱效果 兩邊都有 給你搭起來看一下 然後這個底部啊 它 原廠有附了一個 ROG的ROLINE吧 有拍到嗎 有 拍到 對 你可以自行把這個 這個D鍵 拆下來 對 拆下來 然後去清那個風扇 我個人覺得 這個很方便 也很酷 應該是第一台 筆電有做這樣的設計 對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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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